实际上有一大堆的这样一些程序 好,为了检验我们最后这个GCC是编译并且安装成功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做一个检验 我们先看一下当前系统的GCC版本 是4.5.2,对不对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当前文件夹的GCC的版本 是不是4.7.1 在哪 好,这 在4.7.1 4.7.1 所以以此证明我们编译成功了 这个过程,这还是我们刚才在编GCC的过程 这个过程非常长 那就让它编着吧,我们就不说了 这次我们GCC就完全完整的安装成功了 是不是比较复杂 我们想象一下用了几个类裤 用到了M4 用到了GMP 用到了MPFR 用到了MPC 最后才是我们的GCC 那么在做GCC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在做GCC 因为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在编GCC的时候 它可能会什么呢 因为系统文件 系统目录 没有去包含我们的User Local这样一个文件夹 所以我们在去编它的时候 各位 所以我们在编它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这样子 MAKE 那么我们可能就有必要是给它加上位置 比方说GMP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路径 这个就表示什么呢 到这个路径下面去找它依赖的GMP这样的一个类裤 同样的我们的MP 位置 MPFR 也是一样的 Local Level 这个大家要清楚 这是其 其二 就是我们在编GCC的时候 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Config Arrow Config Arrow 不能指定啊 不能指定一些Suffix这样的一些对象 那么这个也是因为路径的问题啊 也是因为路径的问题 那么解决办法就是在我们的环境变量文件中加入了 加入一个新的这样一个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地址啊 把我们当前的这个地址 就也就是我们的比方说MPC啊 GMP啊 就是我们依赖的那三个类裤 他们的地址 当然在这里的话 我们实际上都是Local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省略了 因为对我们而言都是Local下面的Lab 那么我们就这样加就行了 把它加到我们的LD 就是关链接相关的我们的类裤路径上面 加给它这样一个变量啊 并且我们不想重新启动系统的话 我们就调用一下Source这个命令 使这个Profile生效 好就是第二个在GCC配置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有问题 再往下在GCC编译的时候 他还可能找不到说 AroLong.h AroLong.h 这是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其实系统级的这样一个投文件 我们在哪里去找呢 很简单 进入到我们的USR U的下面 有一个 还是我们的Local 这有一个我看一下SRC 原代码下面有 不是这个 上一层 在上一层 在U的下面就有个原代码 这里面存放了我们的Linux的长最常见的系统级的这些投文件 我们进来 进来了之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Attractor Attractor就是我们架构啊 进入到我们的架构平台 这个就是我们不同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平台 包括有我们的ARM啊 包括我们的X86啊 由于我们当前编的是X86 我们继续进来 进入到X86里面 有一些投文件 然后 这里面 就有我们所要用到的这样一些投文件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我们的Local里面 它在Local那个下面 U的Local下面找不到它 所以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建一个链接啊 建一个链接 就是通过这个方式 src 有点长哈 linkheaders2.6.38-8 给它建一个链接文件 建到哪呢 建到U的Local下面 的include 投文件下面 然后 同名 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 加上ASM 就把这两个文件夹 给它建上一个链接 这样子 它就可以 我们的这个GCC在编写的时候 它根据这个文件夹 就能够找到 它所需要的各种系统的投文件 各种系统的投文件 好 这个我实际上 我已经建好了 我已经建好了 我们看一下 我好像还没有 我好像之前见过 但我把它删掉了 那这样子 我们再来建一个吧 我们进入到这下面 src下面 进入到我们的linux 然后 进入到attack 进入到include 进入到x86 还有下面的include 这个ASM 那么我们来建立一个链接 那么由于这系统值的 我们来给它建立一个 软链接就可以了 软链接就行了 把这个路径压靠过来就行了 6.38-8 architecture x86 include 下面的ASM 给它链到usr下面的local 下面的include 下面的ASM 需要搜导权限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建立成功 好 大家看一下 建立成功了的啊 也确实是指向了这个地方 也确实是指向了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就不用担心 它找不到这个h文件了 投文件 那么 有的时候在编译GCC的时候 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 不能加载动态链接库的问题 那么这些动态链接库 只要你发现它有啊 只要发现这个动态链接库 比方这个就是MPC动态链接库 它肯定是有的 对吧 在我们的local lab下面 那么 当然在local lab下面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有可能你自己命名了 自己建立一个自定义的文件夹 它可能系统就找不到 找不到的时候就什么呢 加路径嘛 对不对 把它加到系统环境变量路径里面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也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第二个和第四个都加环境变量路径的问题 第三个 说白了 说白了也是这个问题 它在那个地方找不到这个h 也都是一个路径的问题 所以这几个问题 在GCC编译的时候 你只需要把这个路径的问题给它搞清楚就行了 就就可以了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MPC版本的问题 就这三个问题能解决 你的GCC就可以正常的编译成功 好 那么下面就需要大家自己去编译 自己去编译和研究 那么 关于GCC的编译就到这里 其实你会发现并不复杂 至少我在编的过程中并不复杂 那么大家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也可以跟我交流 在编的过程中还遇到什么问题 也可以跟我交流 但网上查资料 我估计是比较难查 还是看官网吧 还是看官网 反正至少看中国的那些资料 我看很多都是以讹传讹 很多都是以讹传讹 好 那么GCC编译结束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GCC一个圆码 那么要看GCC的原码 其实我们就要搞清楚 我们的编译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原理 那实际上我们将来在 如果有兴趣去自己写一个编译器 其实也要涉及到这些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编译器 它会把原程序分为这样的几个步骤 说白了就两个步骤 从大的来说 第一个块是进行分析 第二个块就是实打实的执行工作 那么一直从词法分析 一直到语法 语义分析 都是它的一个分析阶段 那么下面这两块 就是它的一个执行阶段 就是它的一个执行阶段 我们来看一下哪些内容 就是原程序 比方说C原的原程序 给它进行词法分析 那么词法分析完了 进行语法分析 EFN就是语法分析 词法呢 就是里面的一个个单词 它是否认识 比方说INT对吧 INT是个整形常量 整形的类型 这个词 我们要认得它 这就是词法分析 那么语法分析完了之后 再进行语义的分析 就两个结合到一起 就语义的分析 然后语义分析完了 就生成我们的中间代码 生成我们的中间代码 那么 比方说我们DONET啊 什么Java 是不是都会有一些中间代码 然后中间代码进行优化 优化完了过后 再 再生成我们的目标代码 那么目标代码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机器码 然后最终再来转化什么呢 再转化成我们的连接文件 就通过连接来转化成我们的可执行文件 就这样一个过程 就中间代码 其实也有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个扩展 比较复杂的 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直接生成一个汇编代码 那比较复杂的是 先生成一个他中间自己的一个代码 比方说以前DONET的那个叫RIL吧 叫RIL这样运行时中间代码 然后再把它再去转成这样一个 再去转成一个好像是C吧 然后再把C转成汇编 这样来看的话 这几层代码都是中间代码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些每个过程 其实都还可以再进行扩展 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那对于我们 我们其实现在不需要去研究这么多 对不对 我们就看一下一个基本的启动就行了 我就给大家 带大家走一个入口 大家下来自己去研究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 其实有一个文档 是专门来分析GCC的这样一个设计的 我回头我也把传上去吧 好像在叫这个GCC Internet 这个INT是Internet的缩写 那么这个文档是专门官方来讲 关于GCC的这样一个设计的 所以大家在这一块 如果真的对编译器感兴趣 对GCC的完整架构感兴趣 可以来写这个 如果有的朋友需要去写你自己的什么 研究生毕业论文呢 你就结合这个这篇文档来写就可以了 我看过有一些台湾人写的这个研究生毕业论文 有不少都从这上头摘的一些资料 好 这个大家都自己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我们的sourcefog 进到GCC 找到我们GCC的这个源码 找到主函数入口 好 这个man函数 它就分了这样一些段 分了一些段 每一块的话 它都会讲解是干嘛用的 比方说进行初始化 进行初始化 这样一些工作 什么注册语言 不依赖参数 然后平台不依赖的一些需求 那么这里面有一些函数我们也看得出来 叫decode 比方说command line options to error 就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命令行的那些参数 给它解码 解到一个数组里面 解到哪个数组里面呢 解到rc这个数组里面 那么到时候我们就去分析它的那些参数 比方说我们之前用gcc-o 对不对 这个-o不就是它的参数 编译多lab的选择 包括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GCC 当时我们用GCC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自动的进行一些连接啊 等相应工具 实际上那个是用到了第三方的一些lab 用到第三方的lab 这是做这样的一个 算是编码控制的这样一个table表 就是去执行这些命令 这些过程还蛮长的 有很多内容 包括配置啊 还有如果是跨平台的编译啊 等等 好 关于这一块的话 其实要讲起来确实内容太多了 那我看今天内容也表 讲的比较多了 这个大家自己下来 根据这个入口自己去分析 等将来我们把这些内容都学完了之后 我们有必要去研究 深入的去研究我们的编译原理的时候 我们再来回过头来 详细的去讲解GCC 关于GCC 他光看解析GCC的这个流程代码 简单的讲一讲 我能给大家讲一两个小时 好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吧 不保存 那么这次我们关于GCC的内容 我们就全部都讲完了 这次我们关于GCC的内容 全部都讲完了 难点就是GCC的这样一个圆满编译 而且为什么要在这里我花这么大的篇幅给大家讲这些 因为后面我们包括我们要用到make对不对 makefile啊什么的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GDB 我们来进行断点调试啊 其实全部都是GNUD的这样一些程序 包括我们make整个过程中 编译啊 打包啊 这些这些过程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GNUD的这样一些程序 那么这些程序我们通过学习了类似于GCC的方式 我们就会干嘛自己去下源满 我们自己来分析它这样一些设计 并且呢 我们也会自己去把它们给编译成功 对不对 好 这些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对程序的理解和对程序的这样一个编译使用的这样一个方式 在我们将来做系统移植的时候常常都会用到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能力啊 所以算是一个能力 要求大家去掌握 好 那么这一课之后 大家一定要把GCC给编出来啊 并且安装成功 好 那么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次我就我就给大家讲GDB和makefile